猎女人质图卷 卷本墨笔淡着色 纵25.8厘米 横417.8厘米 就传东径顾凯之作 此为宋人魔本 故宫博物院藏 画卷中每部分人物都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故事 人物旁著名了人物的姓名 画的题记 技术故事梗概 楚武邓曼 邓曼是楚武王的夫人 楚王令伐随 邓曼劝说 日中必夷 赢则当 天之道也图中好战的楚王直见御行 仙东的衣袖折射出他不平静的内心 许慕夫人许慕夫人是魏义公的女儿 许其两国同时前使向魏国求亲 图中两国使节迟节怒目相识 魏公挥手拒绝琪和女儿的意见 执意要将女儿许配给国里虚弱的虚国 而为何强大的邻邦齐国联姻 魏国后被敌人击败 魏义公逃亡 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安居 曹西是七夕复姬是曹国大臣 晋国公子崇尔英国乱逃到曹国 受曹公公的鄙视 途中曹西复姬听从齐齐的劝导 拖着石盘和玉璧 善待崇尔 当崇尔复国后 大举进攻曹国在战万中 曹西复姬的宅地 家人和前来避乱的百姓 均得到禁军的保护 孙树敖母孙树敖是楚国宰相 在少年时日他听说 见到双头蛇者必死 所以当他看到一条双头蛇 怕再有他人遭到厄运 便杀而埋之 途中是他回家后 向母亲哭诉告别 母亲说能为他人着想 不但不会死 日后定能成为国家栋梁 晋伯宗妻伯宗是晋国大夫 孙伯九之子 为人好直言 途中齐齐抱着幼子暗暗担忧 逼杨受伯宗妻之托 恳切地劝诫他改过 伯宗年轻气盛 昂手握剑毫无故忌之意 秉兴耿直的形象十分鲜明 最终 伯宗因得罪了权贵而被诛杀 灵宫夫人一天深夜 魏灵宫听到宫外远处传来马车声 停息一会后又引起 魏灵宫夫人认定是瞿伯玉从门前经过 她说伯玉是贤臣 唯有他能自觉地在夜行中恪守理智 在途经宫门时会下车轻声缓行 魏灵宫出去查询 果真是伯玉 途中魏灵宫坐屏风内发问 夫人对座回答 宫外化成车和步行的伯玉 表现伯玉经过宫门前后的连续性动作 进杨书记途中杨书记在教会幼小的书像 和书语礼让卫国 不可贪音 书像年长后博学多问 能以礼让为国 而属于为晋大夫 因贪银而被行侯所杀 麒麟众子此端不全 只存一人 麒麟众子是麒麟宫的夫人 起初 麟宫取生机 生子光 被立为太子 后取众子生子名牙 麟宫御废子光 而立押为太子 麒麟宫此说不可 途中太子光仅存挥手而去 吉部中还挥手一顾 晋范氏母已残 仅存两人 即长子和重子 袁慧晋范氏母正在训诫儿子 晋范氏母的图像在清代以前已损毁 鲁七侍女此段残损 仅存两人 鲁国七侍一只女 大龄未嫁整日忧伤 邻里都以为她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感伤 其实她是担心鲁木公年老体弱 太子年幼无知 会丧失国家 三年后 其处果然和公鲁国 鲁国大乱 图中七侍女正相 一男士讲述她的忧虑 男士肃然起敬 图卷全部采用省调背景 评列人像的画法 这种画法被称作评列构图布局法 它是汉代同类题材常采用的画法 画卷中用较粗的铁线描 线条刚净凝重 人物面部 医者等处运用了运燃法 医文用笔比落神富途稍粗 无背景 但间画有凭 祝契民等物 顾凯之在人物画创作上提出的 以形写神物对通神等要求 在此途中处理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表现人物的性格神态上 同样有生动形象的体现 特别有生动形象的体现 也就是用了运动形象的体现 想出现人物体现 炎部门 确实 平衡 文化